Hi,my name is KaiUang 今天又要來跟人分享一下叨冰的日常生活 就是有趣的生活點滴 就要來跟他分享 那現在已經是倒數了第八週了 就 再等八週 我們就可以回家開心吃自己囉 看看我們ED 那星期日回 司上其實就是 大家準備一下東西 睡個覺 就準備明天繼續 歡樂叨冰 那 大家帶的零食 其實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们营上是没有任何限制说你想要带什么东西来营上吃的 所以你可以带洋芋片啊泡面啊什么各种饼干糖果全部都可以 你能带多少都带多少 因为我旁边那一床就有人带一整个大包的洋芋片 然后还有人是整个背包里连衣服都放不下 但是里面全部装满了零食 就是食物塞满满 而且后来我们又有放宽制度 就是说我们可以订外食还有饮料 就是foodpanda之类的 你可以直接订外食 送到饮区然后再找班长一起去拿 然后我们就可以订外食 就晚餐而已啦 就但是放宽的还蛮好的 就是大家晚上就会纠团订饮料 那班长也会就是很开心的时候 哦好一起订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晚上 每天都在开同乐会 星期一早上那个我旁边睡我旁边的那个人 他有设一个闹钟是提早半个小时的 然后他又设第二个闹钟是提早15分钟的 那他说他设提早半个小时是因为他会赖床 所以他设了一个提早半个小时 结果他设了半个小时 他真的在那里给我赖床 他在那里想了快要10分钟 然后接着就来了第二个闹钟 然后真的是他就是一直赖床 所以我们床下刚好是直行班长 就直接踹床 然后那个床就这样置一下 超好笑 然后他就醒来 所以他就设了两个闹钟 然后把全情的人操醒 那我们这一整个礼拜其实都在整理一个 有点像活动中心的空间 就是很大的一个活动中心的概念 啊我们有一个12月的什么对庆吗 还是反正就是有点像周年的活动 所以有一个舞台这样子 然后要邀请什么国防部长啊 还有退役军人之类的什么老人 什么各种部门的人全部都邀请过来 啊所以我们就需要一直打扫那个活动中心 所以我们几乎在一个礼拜就是在打扫那个活动中心 打扫非常非常的 仔细吗 也没有仔细 就是他的要求非常非常多 像是窗户每一个全部都要拆下来 砂窗窗户窗沟整个全部拆下来 然后用什么空压机在那里喷 然后扫把把那个窗沟 蜘蛛网灰尘全部用干净 所以我们玻璃就有点像搬员工人这样 一直搬出去 然后去洗手台 然后用水管这样冲 然后用肥皂水在那里刷那个玻璃 真的是还蛮累的 然后这整个礼拜几乎都在做这些事情 听说有很多的奇怪规定都是国防部长定的 就是平常 可以轻松过 但是越来越严格 全部都是国防部长要求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那里开玩笑说 要不要去刺杀国防部长 就什么要挖陷阱啊 然后什么掉什么东西 然后要暗杀国防部长这种笑话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在演戏一样 就是平常我们都没有做事情 然后但是我们要有高官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特别的去演一出戏 给那个高官看 这样子就 不是很好 就是感觉我们是演戏 我们是演员是不是 我们要演戏给高官看 然后高官就 哦棒棒 你们赞 这样子 这样会很好是不是 中午又去抢了双份主餐 反正我们就吃饭 我通常都抢第一个 然后抢第一个你轮完 吃完之后 刚好我们整个队伍最后面才刚排完 所以你又可以再偷偷的去排第二轮 然后再去加一份主餐 就通常会有两种主餐二选一 但是我就是如果第一份主餐好吃 那我们就继续吃那个主餐 如果第一份主餐不好吃 我们就可以挑第二份主餐 就是能A的就A啦 下午就是继续洗沙窗窗户 接着我们就去运动 运动我觉得还蛮操的 因为这一个执行班长 不知道他是想要耍帅 就是看他的体能很棒 这样子吗还是怎么样 他真的就是还蛮硬的 就是暖身的部分 就是开合跳快要 应该两百多下 然后变成还有伏地挺身 快要六十下 就一直做一直做 他说那个只是暖身而已 这真的是有点累 然后还有那个一上二下 那个也很累 真的是爆炸累 然后做完你已经 哇塞超级超级累 手就是炸酸这样子 然后你才能开始去运动 我们之前有去测那个体能的部分 就是体能如果合格的 你就可以自由活动 就是去打篮球 那体能不合格的话 就是在那一个小时一直去跑 我们的营区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感觉超累的 他们就一直跑 真的是一直跑一个小时 那我们在那里可以休息 然后打篮球 他们又在那一直 当仓鼠跑步 上的时候前几个礼拜都是 就是自由时间 自由休息时间 但是这一礼拜不知道是怎样 就是好像是上面的旅部吗 就是有要求说 晚上要 又有一个课程 所以变成我们晚上八点 就要被捞起床 然后去坐在中山寺里面 然后大家都坐在那里 然后看电影 不知道在干什么 然后要看电影 还播不出来 然后我们最后变成 大家都在中山寺滑手机 看电影 这样子 真的是很芭蕾的课程 这个旅部不知道 他脑袋在想什么 那这一天我们早上 我们旁边那一排 不是我们这一排的 还好 就是我们另外一排的 排执星 不知道在干什么 然后就是点名点不好 然后做事好像也没有做好 反正就是有点 乱七八糟的一个排执星 然后他真的是 直接被电爆 电到飞起来 就是他又被 叫出去 然后臭骂一顿 然后 然后又集合 然后整个 排 又被臭骂一顿 反正那一个执星 就感觉有点 被 特别照顾的 感觉 就一直被臭骂 一直被臭骂 他几乎被臭骂 一整个礼拜 真的是超猛 继续清洗窗户 一整个早上 那下午 继续擦窗户 幼稚运动时间 那我们那个运动的 伏地挺身 有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是在 一个石头路上 石头路上 石头路上做伏地挺身 所以我们那个手 超痛 我的手 这里有点肿起来 然后都消不掉 不知道发生 就是 你手整个压在石头路上 然后做 伏地挺身 这么多一下 你手 起来的时候 全部都是坑坑洞洞 全部都是石头纹路 草筒 痛到炸开来 做伏地挺身 就平平的路 或草地上也可以 坐在石头路上 那这一天做的事情 就稍微不一样了 已经不是在插窗户 插窗户就是 有另外一批人去插窗户 就我们分 好像是三批人 然后我们是其中一批 我们去搬运一些 我们去搬运一些 贵仓 就是仓库里面的东西 全部要搬出来 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不知道要干什么 我们就是有柜子啊 然后有一些 垃圾 瓶瓶罐罐的都有 然后 碗啊 锅子啊 还有刹冰机之类的 然后这一天真的是热到炸开来 而且新竹 不是是封城吗 怎么 连风都没有 风都没有 真的是没有风 超热 30度没有风 真的是烤焦 而且你还要穿着那个 迷彩服 全 长袖长裤 热到炸开来 这就是 热到炸开来 那我觉得也有一个很神奇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 那个活动中心里面 在刷 有人在刷油漆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密闭空间里面 一起吸那个油漆味 吸到头有点痛啊 空气不流通 然后 大家一起吸油漆 不知道是怎么样 就 防护措施真的是烂到炸开来 就里面的防护措施 真的很烂 就是像是二楼 你爬那个窗户 然后 只有班长盯着看 任何防护措施都没有 你插个窗户也没有手套 全部都是手 这样子 一直摩擦 然后可能有东西就会 直接被刮到这样子 然后搬运东西 有手套 但是是那种 编织的那种 不是像是3M那种防刮手套 是那种编织的 所以我们如果搬一些木头啊 有木屑的东西 还是会被穿进去 然后你手还是会受伤 就防护措施都没有做好 然后还要我们拼命 还要我们认真 就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这一天晚上8点的时候 有考一个东西就是 呃 卫少守则 用枪时机 跟用枪耀灵 那我就是在那里 真的还蛮认真写 但是有一些国字 真的是写不出来 就写作音 希望是不会被扣分 然后 我还少写了 一句话 一句 就一句话 不知道会被扣多少分 那这一天真的是 这个要砸开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超热 然后就有人问班长 然后有班长说要28度才能开冷气 所以就没有开冷气 然后又问了另外一个班长 他就说24度就可以开冷气 这到底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讲来讲去 最后冷气还是开了 所以就是睡了一个开开心心的 凉爽的夜晚 那这一天早餐呢 真的是超级爆炸难吃 就是小黄瓜 然后一些烂掉的蛋 然后还有一些菜 没了 没有包子 没有馒头 煎蛋也被抢光 所以你就只有吃那三道菜 而且分量超级少 根本就是要把我们饿死吧 这一天星期四有举光课 那讲的就是认知作战 那这个东西其实还蛮有感的 因为我们是 呃 世心大学 所以其实讲还蛮多这种 媒体试读的部分 那 反正就是 有很多 假新闻 然后有媒体 会随意的 带风向啊 或者是你不知名的任何的文章 你不知道来源 然后你却一直乱传 然后就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状态 那你如果 媒体试读没有这个方面的知识的话 我有之前做一个影片 影片在这里 你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吧 就是 讲一下 大家 看到的东西 你要先分辨是非 确定了 再去分享 或者是 再 吸收到脑袋里 你要先把所有东西 都当作是假新闻来看 反正 有兴趣就看一下那个影片 上面或者是下方连结 那在看影片的时候 有一个蛮好笑的 就是 我们是在看YouTube影片 那YouTube影片下面 不是会推荐其他的影片吗 那推荐其他的影片他的标题 真的是爆炸好笑 他叫做 干 国军需要改革 我们全部都是爆笑 好棒的主题啊 国军需要改革 晚上八点的时候又被叫出来 要重考卫少守折 我以为我没有过啊 我在那里超级认真背 是一字不漏的背 然后我在跟我旁边那一个 旁边床的人 一起在那里互相背 然后就是 文字啊 我还要会写 国字我都把它用得超熟 已经要准备要考的时候 九点 他宣布 不用考了 什么鬼 我们 就 好像被整的感觉 就是背得超级认真 然后准备要开始写的时候 他说不用考了 就是我们前面那一份考卷 我是没有过啦 但是他说快要及格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考了 他留下来几个要考的 就是交白卷或是完全没有背的人才要再重考 然后我们就是有背大纲的人 就顺利过关啰 这一天睡得超级超级差 因为昨天晚上在那里背卫少守折 所以晚上在睡觉 整个脑袋里面全部都是卫少守折 用枪时机跟用枪药零 全部都在脑袋里 然后你就是脑袋一直这样 然后重点是我头上有冷气 这个还好 但是头上也有电风扇 那电风扇还好啊 因为我可以去转他的方向 然后就是开心睡觉 但是我转的方向转错了 直接灌我脑袋 所以我整个脑袋就一直吹风 所以我就是反过来睡 然后反过来睡 就是脖子没有什么支撑 就是硬邦邦的床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有夜少人 班长回来吃晚餐 所以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又闻到那个香喷喷的食物的味道 然后重点是他们手电容开爆炸量 不知道是怎么样 就两三个班长照亮整个情势 他们的手电筒是怎样 照亮整个情势 所以就是又亮又吵又冷 床又不好睡 整个是睡得超级不好 来到1111购物节 那这一天真的还蛮特别 因为是111年11月11号 然后我们就在等11点11分11秒 就是全部都是111111 这一天早上就算蛮轻松的 就是去取枪 然后就是轻松擦枪 擦枪就是桶啊拆啊 就很好玩 因为就平常没有办法接触真的枪 听说一把枪40万嘛 那你就是在那里玩那些枪 然后开始拆 开始清 还蛮酷炫的 后来不幸的又被叫出去做工材 那做工材就是有人除草嘛 除草机除完那些杂草 就是我们要来收 所以我们就在那里产那个草啊 然后就是把它集中 然后倒到垃圾桶 然后再拿去丢 但是还好 就是有另外一批工材是去擦那个玻璃的 又继续擦玻璃 呵呵 所以还好 我算是中间啦 就是不是太轻松 但是又不是太辛苦的那批人 军中里面的除草机 就是那种很阳春的 就是一根 然后在那里 用一个快速旋转的一根线 然后在那里打那个草 然后任何防护措施都没有 所以我们一直被那个小石头喷到 就喷到脑袋啊 喷到脚啊 喷到手啊 超痛 因为它是高速旋转 然后石头 打到石头就飞出来这样子 所以还蛮危险的 然后那个除草机也非常非常的烂 就一直过热 就是你如果除草出太认真 会过热 然后你就要大家停下来 在那里等除草机 看它什么时候要凉起来 它才会继续运作 那个像是猪八戒的那个扒子 也超级超级烂 就是扒一扒 它结果就烂掉 一支就断掉 然后它的上面的饼也都断掉 就是拿一些很烂的工具给我们 然后要我们做事 真的是很烂 超烂 就是我们拿的薪水已经够少了 时薪八块钱 八块多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抱怨 然后就是有点像血汗劳工 然后重点是 血汗劳工都有 适当的工具可以去做事 我们连适当的工具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然后要我们做事 中午的时候有一个还蛮酷的 就是我们有水果超多的柳丁 我们这整个礼拜都有柳丁吧 就是柳丁很多很多 那我就是开心的捞很多柳丁 然后自己来榨汁 就是用鸭齿榨汁 军中里面的食物全部都是垃圾 除了那个柳丁 那个柳丁真的是 超甜 甜到炸开来 而且是超大的柳丁 你在外面买 这样子就是好几百块的柳丁 然后一餐就是这样子一直狂吸柳丁 真的是超爽 下午又是扫地拖地时间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扫地拖地 连扫具都扫 又烂又扫 然后又不安全 什么都 什么都烂 又扫 我们连扫把都要抢 我们扫把都要抢 我们是到底要怎么去扫地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 经费是怎么样 连扫把扫地的笨斗 这些都要抢 下午我去稍微看一下内务评比 然后我被登记了一个叫做蚊帐 蚊帐的部分 那我回去看我的蚊帐 超整齐啊 是要记什么东西 结果我仔细看 就是它上面有一些缝线 那个蚊帐乍看 好像就是这样子皱起来的感觉 但是你仔细看 那个是两片缝线 然后它因为太破烂了 那个蚊帐是又破又烂 真的是很多破洞 所以它上面有点像是两块布这样缝起来 然后上面那一块布还这样子 会飘来飘去 所以乍看看起来就是乱七八糟 但是我认真折啊 折了 有铃有脚 那后来我找我们的班长 然后他又就重折了一次 结果还是一样 就是那一片就是在那里 看起来就是皱皱的感觉 就乍看皱皱 但是实际上是整齐的感觉 所以我就是要求 就是问我们班长 就是叫他去问啊 看有没有办法再生出一个蚊帐 不然我要一直被登记蚊帐吗 就因为蚊帐烂 然后就被登记 又不是我不折 就军中就是烂 然后又要登记你 真的是不知道在干什么 最后一天呢 要离轩就是集合听连长说一下一些废话 这样子 那但是有人 还迟到 迟到原因是因为有班长 其他牌的班长在那里检查那一屋 然后把他们留在里面 然后就是执行官直接爆骂 爆骂他们 就是连放假都迟到 然后就是什么 好像太散漫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开始爆骂他们 然后大家都很紧张 怕被动疤还是怎么样 反正最后还是顺利放下午4点的假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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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